今天這是大日子 因為韓國郭台銘 起心動念 想要選總統 我們這個局外人不得而知 但是他最近 前天才漏了口風 那就是說兩天內 那為什麼是兩天呢 我個人的想法是兩天 韓國瑜會回國 所以他大概要等到韓國瑜 角落這個台灣的土地 他才做一個確切的決定 那他要去接機嗎 不是 他不會去接機 但是這個是一個禮貌 也是做人的基本的道理 就是說我給你有一個機會 不就說你沒有人 在國內的時候 我就搶先搞到一個 你沒有退路 前入進場 後無退路的一個尷尬的局面 所以一定要讓你回來 所以但是那這兩天的時間 他的行程擺得非常的緊湊 他一點時間都沒有浪費掉 你看他今天馬上去慈悔工了 去奔媽祖 出來又說馬祖 奔媽祖 這個都你說這個是 總彎磨腳說要選嗎 這個講得很白了嘛 就是我要選 你可以講99.9%他有選 這毫無疑問的 那他留下了那一點點 是等韓國瑜說他要不要選嗎 我等一下會講 那他早上去見了馬祖 下午要去中常會接這個榮譽狀 證明我的黨員沒有問題 然後明天韓國瑜回來了 你看真的是 他起心東年在什麼時候我們不得而而知 但是這兩三天的腳步非常的快速 對不對毫無疑問 為什麼會這麼緊 腳步為什麼會這麼快 因為你們國民黨的腳步太快了 他是在跟著你們的腳步 因為你腳步那麼緊 所有的事情都要做 比如說連署啊 比如說要通過徵招啊 這些 郭台銘看過 這我還要慢 你才讓你無力告訴我 我真的是連進來的機會都沒有了 我實施 pretender